旧姆罗什大师 天下没有第二个 怎么可以没有子孙后代呢 这实在啊 姚主常未始曰 大师聪明超武 天下莫尔 若一旦厚世 何苦使法众无似 所以妓女世 必定受之 自而以来 不住森法 别逆谢社 供给封营 姚心基于保存优秀基因 是高僧后继有人的想法 就赠送给罗什 十个美女 逼着罗什接受 罗什没办法 只好接受了下来 从这以后呢 就不住在寺庙的里面了 在寺庙的外面 姚心给她建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只有翻译佛经的时候呢 才回到寺庙里面去住 那么见到老师这样做 有些僧人呢 也是蠢蠢一动 纷纷效仿 也半夜翻墙 到外面去找女人 那么 旧姆罗什啊 对这种现象非常的忧心 他决心有一个方法 来整治一下风气 这一天他把大家招到一起 端出一支波 波里面盛满了针 他给大家就讲了 如果你们能和我一样 把这满箔的针给吞下去 那就可以和我一样来娶老婆了 说完呢 用勺子一勺一勺 把这些针呢 全给吃下去了 跟平平常常吃饭 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大家哪里有这样的本事呢 是不是 吞了这一波针的话 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吗 所以大家只好乖乖的来服气了 再也不敢起胡乱效仿的念头了 那么通过这个非常奇特的方法呀 旧姆罗什终于是平息了 弟子们的模仿的事件 但是呢 尽管这个事件是平息下来了 旧姆罗什在讲解佛经的时候 仍然经常以自责的方式来开始 他告诫弟子们说 要以自己翻译的经典 作为学习的榜样 不能消发自己的破戒的行为 他说 臭泥中生莲花 但采莲花误取臭泥 臭泥呢 是他破戒生活的隐喻 洁白的莲花 比喻旧姆罗什心性的清白 以及他翻译的佛经 准确优美 这是佛学大师旧姆罗什 是对自身破戒生活的深沉的繁形 旧姆罗什大师在七十岁的时候圆集的 圆集的时候 立下誓言说 愿凡所宣逸 传流后世 贤贡鸿通 金鱼重钱 发尘世世 若所传无谬者 当时焚身之后 舌不交难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 如果我旧姆罗什翻译的佛经 符合佛的原意的话 我死后 在涂皮 也就是火化的时候呀 舌根不会被烧坏 会留下舌头的舌粒子 大师圆集后啊 秦王在逍遥园里面举行了火化仪式 果然大师的肉身全部焚化 唯有舌头不难 留下了金银剔透的舌头舌粒 现在保存在草堂寺里的石塔 就是供奉着大师的舌舌粒塔 九姆罗什大师 是世界性的思想家 佛学家 翻译家 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可谓是前无古人 如果说农术 是大圣佛教的开创者 那么九姆罗什的易经事业呢 他有力的弘扬了般若类经典 堪称是中土大圣佛教的奠基人 九姆罗什大师翻译的佛教经典 流芳百世 对中国的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时至今日呢 这些经典仍然是佛教界和学术界公认的范本 在中国佛教思想的天空中 焕发着璀璨夺目的光华